大家好,我是短小惊骇的新查部主新人 2023年10月,美国海军最新王牌 博客青春版万吨大驱 至今未来的新能源战舰 终极版 在万众瞩目下隆重服役 消息一出,立即引得广大军迷赞誉有加 尤其是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舰体设计 至今冷战的销魂亮衣杆 说人话就是 哟,这不是阿美利卡吗 你还真服役级落后了 当然了 美粉们依旧涨红了脸争辩 美国海军的事能错吗 接下来便是难懂的话 什么雷达性能赶超055 什么实战经验更丰富 什么我没有等于你没有 引得众人哄笑起来 顺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作为未来20年 重振帝国海军的中坚力量 这款曾经的世界最强驱逐舰 Pro Max版到底如何呢 转发加三连 这就是造舰 听美利坚说 当时间来到2010年前后 陶醉在无敌快感中的帝国海军 终于迎来了技术大跃进的阶段性溃败 首先是天价炮舰朱姆沃尔特 被神秘力量击沉29艘 2009年国防部长罗伯特 宣布仅采购三艘用于实验 再一个替代提康德罗加级的 下一代巡洋舰计划CGX 国会老爷表示 都什么年代了 搞这么个大家伙跟谁打呀 给我砍 对了啊 咱都世界第一海军了 哪还能用破烂呢 配礼机护卫舰 也被要求2015年前全部退役 把经费省出来 给更全能的彬彬 至于福特 啊 什么特 一通大刀阔斧之下 很快很快啊 美国海军发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舰呢 我新舰呢 造船厂一看 我订单呢 属于是老舰马上要退役 新船还是PPT 军费撒了几百亿 先进项目都积极 眼看天下未定 军备日衰 祸乱有起 帝国海军 虽从国会老爷的垃圾桶 翻出伯克三 并重启停止五年的伯克级建造计划 这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段子 兔子 你现在不飞后六了吧 毛子 你应该不打AK了吧 鹰匠 你肯定没开伯克了呀 在找国会老爷要钱的PPT上 伯克三是这样的 造舰技术哪家强 美国海军要称王 汇集数十项成熟设计 沿用伯克级经典船体 伯克三导弹驱逐舰 作为朱姆沃尔特的灵魂续作 伯克三具有三大闪光点 更强的罗尔斯罗伊斯发电机 更先进的机械石周斯顿系统 全新研制的多功能限列阵声纳 及水下作战系统 最强悍的当属于弹化架开发的双波段有源向空阵雷达 强势升级防空反导 为舰队撑起抵御飞机导弹的无死角之伞 这就满足了 不能够啊 伯克三还新增了舰队防空指挥功能 满载排水量近一万吨 此外 鱼叉导弹 综合尾杆 先进舰炮 激光反导 等后续DLC是经费决定 最最重要的还是省钱下脚子 我们坚决承诺 不玩套路 不上科技 只将数益 马上就造 还在等什么 赶快下单 应该说啊 经历了朱姆沃尔特这个史诗级大坑 被PPT整出PTSD的美国海军 痛改前飞 为了降低风险 伯克三为数不多的新技术 分批植入带舰的八艘伯克2A上进行技术验证 老美居然学会小步快跑了 他真的我要哭死 此外出身CIA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展示了熟练的鸡蛋跳舞能力 既通过重启伯克订单给船厂弥补了砍掉朱姆的亏空 又通过老船换新胆 让海军有了新军舰 而且没因为路线之争 导致有人背后中枪自杀的局面 可谓是一时三秒 然后熟悉的剧情 他终于来了 相比于浑身黑科技的朱姆沃尔特 伯克3的核心亮点就一个 功率更大更先进的雷达 为了满足新雷达庞大的耗电量 伯克3换装了三台4兆瓦的罗尔斯·罗伊斯的发电机 什么 你说冷却系统不够用 小问题 再换装350吨级空调 冗余空间又不够了 那就重新设计舱室 现在问题又来了 一系列改装导致伯克3排水量增加到近1万吨 为了避免军舰重心偏移 又在底部追加了91吨的压载 提升适航性 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造船不是简单塞装呗 否则就是印度航母疯狂磕头的壮观景象 设计很快就绪 看起来只要不出意外 帝国海军马上要好起来了 然后美国造船厂率先站出来 给了海军一点小小的军费震撼 2013年 巴斯钢铁和英格尔斯两大造船厂相继宣布 由于伯克3全舰45%的设计大改 预计建造成本需要30至40亿美元 一向财大气粗的一等人海军也蒙了 啊 多少 黑啊 真黑啊 原本海军采购新军舰都会与承包商签订成本加成合同 支付额外保证金 确保船厂能够盈利 但经历了彬彬 朱姆 福特 这仨超级吞金兽 再看看张口30个小目标的伯克3 就算地主家有余粮 也禁不住这么糟啊 为了避免成本再翻几番 海军坚决要求一口价 但船厂则主张按祖宗章程办事 就这样啊 船厂 五角大楼 海军和国会互相阐述了立场 交换了意见 经过全面深入长时间的沟通 多次成功达成了坦诚的 有效的 富有成效的意见和建议 一直坦率交流到2017年 船厂这才终于松口了 问题解决后 大幕里的刘德华可能要问了 计划如此勤俭务实 这次肯定没啥毛病吗 好消息是 在最初的幻想 伯克3将安装S和X 两种多面阵多功能有源向空阵 双波段雷达 尤其是剑桥上方的固定三面阵 X波段性能相当强悍 还能兼顾火控功能 换消息是 项目情况不太乐观 嗯 是的 X波段暂时又没开发出来 没法子 只能缩水成双面旋转的 SPQ9B先凑合用 产生的蝴蝶效应就是 都2302年了 你还得背个83年 SPG62大锅 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 下一代也是这样 好吧 那当我没说啊 好消息是 这么多年了 伯克3总算用上有源阵了 可喜可贺 相比从前的无源向空阵 这次采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弹化甲制成的新SPY6 号称灵敏度提高30倍 对空探测距离达500公里 首次和SPQ9B组成双波段 雷达性能大幅提升 同时具备对隐身战机和高超音速导弹的探测能力 这才有了如今吹伯克3 必提弹化甲 但这真不是啥工业皇冠上的新明珠 手机充电器早普及了 更坏消息是 随着某东方大国的家者出口管控 抛开别的不谈 反正雷神公司肯定有理由涨价了 后来坊间又是一手 头顶一口大锅 国会四处游说 军费被坑惨 拨款直走下坡 减缩减缩 30亿刀不多 尽管酷炫值和科幻比有所降低 好在伯克3建造非常顺利 2017年设计完成 一年后首舰开工 2023年交付 从建造到交付 仅耗时43个月 回来了 都回来了 属于帝国海军下水下的时代 要到了 然后 本世代最大的黑洞 珠穆沃尔特 坚定的站了出来 且慢 由于首艘珠穆2015年才下水 余下两艘直到2016年 2018年才下水 再加上各种故障不断 长期处于下水 反场 下水的量子叠加状态 巴斯钢铁船厂 不得不持续投入人力 船务 总装船台 精心伺候这仨宝贝疙 被连环折磨的 那叫一个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 死 还是不能死的 其实珠穆难产 本身没啥 但问题是 巴斯钢铁负责的 六艘伯克2A 和一艘伯克3 建造严重之后 有多落后呢 2021年 隔壁英格尔斯的伯克3 首舰都下水 巴斯钢铁造的 那个技术验证舰 伯克2A 要不这艘直接造伯克3 哎 您猜怎么着 巴斯钢铁 以资金不足拒绝 托啥呢 托伊勒 此外 为了验证伯克3 宙斯顿系统的自卫能力 五角大楼指示海军 组装一艘具有宙斯顿系统 和SPY6雷达的 自卫测试舰 进行作战测试 然后又又又是 珠穆沃尔特 从2018年开始 海军一直忙于 珠穆的作战测试 作为专用试验平台的 退役军舰 保罗福斯特号 一直没空 最后测来测去 没钱了 囊中羞涩的帝国海军 勉强买了部心雷达放着 伯克3的作战测试 只能往后延 就这样啊 珠穆真正做到了 整个生命周期 都在给海军添堵 刚刚更离谱的是啊 根据2020年国会报告 伯克3的经费 还被临时挪给了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导致原定于 2021年到2025年 动工的12艘伯克3 削减为八艘 从饺子下的盲 到拆东墙补西墙 对此我只想说一句 TMD 帝国海军 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必须出重拳 要说优点也有 毕竟便宜省钱呢 伯克3军方 给出的骨折价 是26亿 仅比伯克2 贵了区区8亿 跟珠穆一比 不是相当于白颂吗 或许有人要问了 星辰星辰 那伯克3 到底变强了吗 属于是强了 又没那么强 不是很强 但还有那么点强 首先雷达自不必多说 但这也是因为 老伯克的雷达 实在太落后了 由于沿用老伯克船体 吨位制约 电力不足等问题 导致伯克3 依旧无法装备 画柄多年的激光反导 此外 伯克3沿用祖传的 96坑MK41通用锤发 防空反导反潜 对地啥都能干 只不过无法装载 大型高超音速导弹 好消息是 美国现有高超项目全计了 根本不用考虑高超的问题 伯克3装备的标准6 防空导弹性能 倒是非常强悍 只不过 在太平洋对岸的 某东方大国 已经装上舰载高超 英机21 以及具备摧毁 低轨卫星能力的当下 只能说相形见出 对了 伯克3取消了禁防炮 只在后部 加装了一座密集阵 在无人机 巡飞弹烂大街的今天 光靠海麻雀 以及老华盛顿手动机炮 怕是也不太可能 2023年10月 伯克级的卡年号 与胡塞武装发射的巡航导弹 和19架无人机 机型对射9小时 这一名场面 怕是难再现了 估计老华盛顿 正蓝旗都想不到 服役级落后的buff 有一天也会贴在 世界第一海军的脑门上 但也顾不上这么多 仅2023年 美国海军退役了4艘 提坑德罗加级 2022年退役5艘 全部27艘 预计2027年全部退役 下一代万吨大区 DDGX 仍是在PPT阶段 这些大坑都必须伯克三来填 这也是为什么 2023年美国海军宣布 在原有8艘伯克三的基础上 未来5年 继续追加购买9艘 强如美国也不得不考虑 先解决有无 再考虑追赶 由于军舰面临青黄不坚 此时的帝国海军 甚至出现另一种声音 要是当年 硬着头皮把猪母全造了 今天会不会就没有老舰退役 新舰来不及的尴尬呢 况且要真下饺子 单论建造成本 26亿的伯克三 34亿的DDGX 和44亿的猪母比起来 好像也没差呀 我有一记 请诸君静听 要不咱换个名字 不叫伯克三 改叫猪母乌尔特 心里不就好受些了 此处我有一连 上连 当年大刀阔斧 黑科技数不胜数 下连 如今小不快跑 创新点少之又少 总之 在未来十年 不 是二十年 伯克三大概率 会充当防空指挥舰的同时 担起舰队的主力的任务 但抛开服役 极落后不谈 伯克三最大的问题 还是量产 1941年到1945年 18个美国船屋 建造了2751艘自由轮 仅150艘各型航母 数千艘潜艇驱逐舰 仅一年下水的吨位 就是盟军被击沉的 总吨位的数位 1991年到2000年 所向披靡的帝国海军 下水了35艘伯克级 以及5艘提康大巡 创造了9年40艘 顿舰的辉煌 但进入21世纪 沉浸在无敌快感中的帝国海军 相继踩进大坑 造船厂数以千计的 向社会输送人才 造船速度迅速放缓 截至2010年左右 两年仅能下水三艘 伴随着冷战的 老旧军舰大量退役 舰队规模开始入不敷出 帝国海军当前最大敌人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为了弥补军舰空缺 甚至不惜让服役 25至30年的 伯克老爷爷 延续到40年 甚至给边造边退的彬彬 在甲板上 用铁链栓集装箱 锤发凑合用 2016年12月 帝国海军 抛出355艘军舰计划 2002年 又公布了2045 实现500艘军舰的 宏大计划 然而民用造船业 凋敝 日渐水涨船高的造舰成本 以及船厂门口 排着船队 等待大修的航母潜艇 成了下脚子路上 坚定的绊脚石 当2023年 国会敦促购买 三艘伯克三 海军仍然坚持 只采购两艘 正如五角大楼 最高预算官 麦克·麦考德所说 我们很想生活 在一个造船厂 每年生产三艘驱逐舰 或者前提的世界里 但现实情况 是我们显然 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